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缘由价格大升 均利好股市 港股六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肩半年结 有望是造好 英国伦敦付11百指数 急升了3.6% 已经返回了英国脱欧公投前的水平 美股方面了 到指售市上涨了284点 暴在了17694点 一举重上了100天线之上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7% 纳指上涨1.9%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了2万638点 较周三横指收市上涨了201点 升幅达到1% 港股昨天在期指结算日反弹 横指收报在了2万436点 上涨了263点 突破了10天线 终止了过去3日的累跌近700点的颓势 大市的沽空比率回落至了9.6% 创下了今年的低位 横指短期的主力可以参考20天线 均等线是2万630点的水平 港股今天为6月最后一个交易天 月初至今的横指下跌了378点 且看今天能否是收复多少失地 明天7回归纪念日 那么港股是休市的 市场就观望内地的官方的制造业PMI的数据会公布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 羽托证券ADL 是较本港上日收市比价 造价全线上涨 今天的港股半年节 根据360的选股器就显示出 在过去的6个月 有6支篮筹股累积升幅有1成以上 以中电控股表现最好 上涨了21.5% 随后是灵展 中石化 腾讯 神华以及中海油 焦点板块方面了 美国加息预期降温收息型的防托基金 以及公用股近日是持续受到一个追捧 灵展以及中电均破顶创下新高 恒生房地产基金指数4天是累计上涨了3.8% 创下了2013年5月下旬以来的一个高位 灵展创新高之际 据报道 特首梁振英是接受访问时就批评 灵展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 又指灵展有独特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应该服务公屋居民 灵展昨天14天的RSI升至了71.9% 进入了技术的一个超买 留意短期股价的表现 好了 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中国区业务经理黄灵杰先生 来为我们做出分析 Ryne 你好 Hello 小辣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A股方面了 那么英国退欧事件呢 是对于市场的影响啊 似乎是渐渐的一个退去了 那么A股呢 在这一波的危机当中呢 更是连涨了三天了 那么今天呢 是6月的最后一天啊 那么A股市场呢 更多是在这个深港通的冲情当中 是得到一个催化的 那么展望这个6月的一个行情呢 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们根据刚才你提过的 这个A股啊 连续下涨了三天 也是正好证明呢 那个英国那边脱欧的这个情况呢 在这个在A股的市场呢 已经慢慢的消化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A股今天呢 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把那个2933 那然后呢 我觉得呢 A股呢 这个最终大的阻力位呢 也刚好呢 差不多快到了 到那个2950 因为它之前呢 A股一今年 需要两三个月的 未能突破这个位置 我觉得如果一旦突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在这个A股当中呢 如果没有好消息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突破声的发展的 所以大家要关注呢 2950点这个水平 嗯 好的 那么关注完这个A股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么昨天横指市高开之后 走势有个反复向上 那么并且是以将近全日的一个高位来到收市了 那么昨天晚上外围的股市又是全面的一个高收啊 那么港股呢 更是持续的一个造好 刚才也是刚刚提到了 这个英国脱欧事件的一个冲击呢 是渐渐的一个淡去啊 那么港股呢 能否迎来进一步的一个反台行情呢 那港股也跟A股也差不多了 就是说上一次的这个公投出来以后呢 连续第四个交易天来看呢 港股我们都看到 虽然有下跌 但是呢在收盘的时候呢 都是差不多以最高的位置来收盘了 然后连续节四天呢 今天也有一个突破性 来到这个2万800点这个位置 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今天呢 其实如果去到冷如果再往上走到两百天呢 去到2万亿呢 会有一定的阻力的 因为呢 呃 明天开始呢 有三个三天的放假的交集啊 所以应该我觉得 这个走势也不会算太猛的 嗯好的 我们感谢伯伯做出的分析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主要栏筹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5毛5 中国移动升8毛5 建设银行升9分 工商银行升6分 中国银行升4分 港交错升2块 中国人寿升2毛 邮邦保险升1块3 腾讯控股升2块7 金沙中国升5毛 长河升1块5 新鸿基地产升2块05分 九龙舱升1块1 中国海外升1块3毛5 华恩之地升8毛 中海油升2毛9 中石油升1毛3 中石化升1毛1 昆仑能源升1毛8 中国升华升2毛8 再来看一下今年早上 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美国联储局就公布了 今年的银行压力测试 最终的一个结果 33家接受测试的大银行当中 由31家银行的资本计划 获得了通过 银行可以削减风险管理 以及向股东提高派息 以及回购股份 不过德意志银行和西班牙国家银行的 美国子公司 再次未能够通过测试 另外联储局指摩根士丹利内的内部流程当中 有薄落的环节 必须是在12月29日之前提交解决方案 结果公布之后 花旗集团随即宣布 未来一年将会回购最多86亿美元的股份 并且将季度派息从每股5美仙提高至16美仙 美国银行也宣布计划回购最多50亿美元的股份 季度派息从每股5美仙提高至7.5美仙 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就公布了 美国上周的原油库存连续是第六个星期减少 减幅是大过雨期 至于汽油的库存就增加了 蒸油气的油库存则会减少 上个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405.3万桶 市场原本是估计减少236.5万桶 汽油库存大幅增加136.7万桶 市场原本估计只会增加5.8万桶 至于蒸油的油库存则会减少180.1万桶 减幅是大致于市场持平 EIA就指出了美国原油交割地 库新的库存减少了95.1万桶 减至了6423万桶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认为了 英国脱欧对于香港楼价并无重大的影响 楼价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包括是供求 本港和外围经济等等 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 置业人士也要管理好自身的一个风险 陈茂波就表示了 不宜揣测楼价的走势 政府也没有设定楼价会跌多少 才会调整土地供应或者其他的措施 另外他又提到了 留意到了有按揭的经理以及地产的代理指出 上个月有较多内地人在香港买楼 他引用税务局的资料 指4月到6月这三个月 并非香港人在港支业占比平均数为1.9% 仍然是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但是政府会密切留意楼市的变化 波斯登至今年3月底指上个年度的盈利 达到了2.8亿元人民币 按年是大幅上涨约1.1倍 派莫七星美股2.6港线 其类收入达到57.9亿元 按年就减少8% 当中主要收入来源于品牌的羽绒服业务 收入达到39.8亿元 按年就跌了2.5% 贴牌加工管理业务以及非羽绒业务 就收入分别为9.84亿元 以及8.26亿元 两者都是按年下跌约为18% 至3月底指公司的毛利率为45.1% 按年就下跌了0.5个百分点 好了 这一节的互赶开始通道 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